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 请牺牲黑猩猩小庞和詹姆斯的第一次小帮手大挑战 对于小庞来说 这次的任务可是他的处女秀哦 所以公泽先生格外用心地筛选路线 还带着小庞实地演另一次 就是这条路 一开始是直直地往前走 接着 等待他们的就是第一个难关 岔路了 这时候记得要往右转哦 然后 第二个难关就是小河 如果不走河面上的踏脚时 就没有办法到达对岸哦 他们得克服这两个难关 把便当送给正在忙着浓雾的爷爷 这就是这一次的任务了 所以小庞和詹姆斯第一次的小帮手任务就是 送便当给老爷爷篇 终于遇到了任务当天 首先取最重要的最终确认 在这里 本当に初めてのお使いですよ まず呢 おじいちゃん屋に届けるお弁当 ジェームズ君のバッグに 入れましたよ そしてね 途中で別れ道があるから いい そこは右の方 ずーっとまっすぐ行って 突き当たったら右に曲がるの わかった 大丈夫ね 本当 右どっち 右手はどっちですか パン君 右はどっちですか そう そっちが右 そっちに曲がってちょうだ 正式挑戦時 也能順利吗 それでは行きましょう 行ってきてちょうだい 終於 要開始第一次出任務了 加油 小胖和詹姆斯 え 等一下 等一下 小胖 你怎么了 おやすみなさい 早く手が回ったの そういうのも 整理も須急に 重整士气之後 再度出發 待って 待って 行ってきてちょうだい 這次一定要加油 ああ 怎麼又失敗了 小胖 詹姆斯 你们这样子真的能完成任务吗 公子先生的神情很认真 这次一定要成功 不安 走 小鹏 加油 终于顺利出发了 不过却发生了严重的意外 小鹏 小鹏 便当掉了 要送给爷爷的便当 如果没带到的话 就没有办法完成任务了 听到公子先生的声音 小鹏急着折回去把便当捡起来 对了 要放到詹姆斯的背包里 再度出发 又掉了 而且还整个掉在地上 听到公子先生的声音之后 小鹏再次把便当给捡了起来 这次把便当放进背包里之后 记得要盖上盖子 别再让便当掉出来了 小鹏 盖子卡住了 对 对 先把便当拿出来 这下子总算可以出发了 一开始就连连吐财的小鹏 这次的小帮手任务真的没有问题吗 担心都不得了的公子先生 决定暗中跟着他们俩上路 在小鹏和詹姆斯前方 首先出现的是冗长的坡道 后来 两位小帮手不走马路跑到旁边的草地在干嘛 现在不是玩的时候了 看到他们俩的迷糊 公泽先生显得很担心 要继续上路了 小庞拉起了詹姆斯的绳子 准备要赶路去 接下来要面对第一个难关 岔路了 小庞不要搞错方向 一定要向右转 才能到达目的地 好 小庞走到路口了 对他来说 这真的是生平的第一个大难关 小庞是右边要右转 小庞 走到尽头就要举起右手 快点想起来了 小庞 小庞 快点举起右手 赶快回想一下和公泽先生重复的练习 求求你 成功了 就是要往举手的那边走 不是面向这边了 刚才他一走到岔路时就应该把右手举起来的 可是小庞却在转过身来之后 才举起了右手 导致方向刚好相反 结果 方向刚好相反 结果 不行不行 我能去那边是坐的 我可以往那边走了 可是小庞越走越快 就在这个时候 大哥 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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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紧急时刻 公泽先生不由自主冲出来阻止了他们俩 任务被迫中断 不过 为了能让他们完成生平第一次的小帮手任务 公泽先生把他们带回岔路的前方不远处 让他们再次挑战 这次一定要成功哦 加油啊 小庞 好 小庞 这次没问题吧 千万不要再搞错了 对 千万不要回头 很好 他举起右手了 就这样直接转过去 成功了 终于顺利的在岔路要转了 离爷爷的田里已经不远了 不过 最后的难关 小河正在等着他们呢 没错 必须要踩着踏脚石 才能够到达河的对岸 最前面有架着木板 只要选择木板这边 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不过 最后一块踏脚石 并没有架上木板 而且距离有一公尺远 到底小庞和詹姆斯 能够顺利的跨过去吗 足足了勇气 小庞和詹姆斯往河边走去 小庞和詹姆斯 再度鼓起勇气 小庞和詹姆斯 再度鼓起勇气 小庞和詹姆斯 准备挑战 慢慢地走 小心点哦 对就是这样 一步为营 小心翼翼地走着 尽管偶尔会停下脚步 但大致上还算顺利 很棒哦 哦 詹姆斯 小心点 就在临对岸只剩一步的地方 他们两个同时都停了下来 最后的南关 快一公尺的河道 对于小小身躯的小庞和詹姆斯而言 这就像是一道大鸿躬 中守护着他们的公泽先生 也显得忧心忡忡 加油啊小庞 詹姆斯 就在这个时候 小庞 小庞成功地一跃而过 问题是詹姆斯不敢跳啊 小庞狂拉詹姆斯 要他跳过来 但是詹姆斯却敌死不走 就在这一刻 詹姆斯你太神了 小庞和詹姆斯这对拍打可服了重重的困难 终于来到了爷爷工作的田里 这时候 找到了 找到了 他就是爷爷 小庞和詹姆斯立刻朝着爷爷跑了过去 就这样 这对拍打终于见到爷爷了 好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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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ince 初任务 总算是成功了 sure it's a great 這次出任务总算是成功了